好 那這個請教一下汪浩達哥 雙方現在直接指控對方是垃圾 然後幾乎是要說他攤牌 朱利安尼的說法是會有關鍵證人出來 而且朱利安尼不斷的暗示 那小拜登涉及的性犯罪 甚至醜陋不堪到涉及亂倫 所以這裡頭網友在網路上 這一個找蛛絲馬跡跟犯案 這是第一個路線的情節 那這裡頭當然有很大的動員 首先第一個是類似這樣的家庭醜聞情節 可能可以動員出川普的保守派選票 因為保守派對於某一些家庭價值 跟某一些人倫價值 基本上是有一些堅持跟底線的 再來第二個 工房的還包含法律戰 所以朱利安尼第一波送去的警察局的 筆電的硬碟 這裡頭第一波可能定罪的是小拜登 那下一輪是串聯到老拜登的政治攻防 對 這個剛才四重講的這個朱利安尼 所以現在有關鍵證人嘛 那這個關鍵證人實際上兩個小時以前 在美國媒體已經曝光了 那這個曝光的這個證人名字叫做 托尼寶布林斯基 這個托尼寶布林斯基為什麼他是一個關鍵證人呢 他是在上個星期紐約郵報公布的 航特電郵門裡面的一個關鍵的電郵裡面的收電郵的一個關鍵人物 那麼大家如果這個電視上能看到這個電郵的話 這個電郵是有一個叫James Gullivan的人 他是小拜登的一個business partner 是一塊合夥人 他像給小拜登寫的一個電郵 然後小拜登也回 這個電郵裡面主要討論的是什麼呢 是小拜登Hunter拜登跟葉簡明 也就是中國華信能源的總裁葉簡明 合夥開一個合資企業 這個企業怎麼樣分錢 怎麼樣分股權的討論 那麼在這個討論裡面你看啊 他裡面有說 我們先來看一下 所以下面的股權在這裡 這裡的郵件 是20% H是指Hunter拜登 那下面RW就是他們的上面一個叫做Rob Walker 這也是Hunter拜登的一個partner 那下面最重要的是這個人 就是今天出來的TB 就是Tony Boblinsky 他也是20% 然後下面一個10%的Jim 這個是Jim Hunter Jim Biden 這個Jim Biden是老拜登的弟弟 也就是Hunter拜登的叔叔 然後下面說 這個H也就是Hunter Hold for the big guy 10% 這個big guy就是老拜登 好 那麼這個今天就是這個TB TB 這個Tony Boblinsky 出來證實 他說這個big guy就是指的是老拜登 好我們再來釐清一次 小拜登成立了一個公司 那主要的這個股東呢 在電子郵件裡頭曝光了123456 對 就是說六個自然人 對 然後這六個自然人當中有20%是H 對 有10%是H幫忙處理 代詞 代理 代詞 所以關於H加總起來其實是30% 對 然後呢H代詞的big guy就是外界懷疑是老拜登 對不光是懷疑現在就Tony說指控就是老拜登 不再是懷疑了 他已經明確就是老拜登 然後這個合夥生意的六個人當中 有一個叫TB的就是Tony本人 Tony本人不但出示這一份郵件 而且他出來直接講說沒有錯 當初我們合夥做生意那個H是Hunter 那個big guy是老拜登 對 是這樣 這個Tony本人呢 他今天發了一個非常詳細的聲明 講他為什麼要出來 他實際上是有三個重要的理由 第一個就是他本人家族三代都是職業軍人 他本人也做過海軍 然後他很愛國 但是呢他從來都是投民主黨的票的 所以他是個愛國的民主黨軍人 這是第一 所以呢他因為退伍了以後 長期做private equity的投資到處去投資 所以他認識了Hunter Biden 小拜登 所以小拜登要他來做他跟這個華信的合資公司的CEO總裁 所以等於是小拜登是做主席 就是拿錢的 然後這個人是過來幹活的 你做CEO 然後呢 第二呢 因為這個郵件爆料出來了以後呢 這個 美國政府已經採取行動了 所以呢這個美國國會已經給這個 Bob Berlinski Tony Berlinski這個人啊 給TB這個人 發了郵件 美國國會要他去國會作證 OK 所以他已經說他已經答應國會要去作證 而且他要公佈很多新的電郵 那第三個呢 他就說他跟這個老拜登和小拜登在一起 討論過很多次關於跟中國做生意的事情 OK 但是他看到老拜登一直在電視上否認 他知不知情他兒子的業務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這個不對啊 他就是一定要出來講清楚 所以他就是現在是專門就跑出來講清楚這個事情 就等於是說他作為一個關鍵的證人 他本身是整個拜登家族的業務中間的一個實際的參與人 而且他也是實際的股東之一 他的股東之一 股東之一出來指控小拜登跟老拜登不但知情 而且大家一起賺錢 大家一起做生意 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是非常關鍵的一個證人啊 他已經不再是第二手的資料了 他絕對是自己本身是這個拜登家族的業務的核心人物了啊 因為他實際在操牌 那現在問題是 Hunter拜登現在已經是有第二個合夥人出來了 這是第二個 昨天我們一直在講有個叫Kony的人 他就是以前跟他也做另外一個合夥嘛 他報了就是說他跟小拜登安排了中國的 這個企業家俱樂部的人去白宮見老拜登的事情嘛 那這個Tony的人自己也拿了兩萬六千封郵件出來爆料啊 通過這個記者爆料 那現在這個是等於是第三個人用郵件出來爆料 他馬上說他要向國會提供更多的郵件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是三批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郵件在出來 但是他們相互之間是有印證關係的相互證實這個 慢慢把這個拜登家族老拜登小拜登 還有這個Jim就是拜登的老拜登的弟弟 他們怎麼樣一起合作在做這個商業活動 跟中國跟烏克蘭跟俄羅斯跟其他國家的這個 這些串通的事情慢慢的暴露出來了 好 那這樣的關鍵人證 很有可能對照剛剛老拜登最新 我播給觀眾朋友看昨天晚上最新畫面 他直接否認 他否認說他有涉入各種這個兒子的生意 他也否認紐約郵報的報導 然後他還說朱利安尼他們是垃圾 他覺得這通通都是假新聞垃圾指控 那如果有關鍵證人出來指控老拜登說謊 老拜登可能第一個面對的是司法的究責 第二個他當然也有政治信用 可是因為距離投票日也很近 他搞不好在選票上是贏得勝利的 那他最後的當選的正當性就會備受考驗 對 昨天晚上我們剛才看的老拜登的這個 回答記者的提問啊 第一他並沒有對郵件的內容直接做出反駁 他只是一股腦的說 因為朱利安尼是幫川普工作的 川普的律師嘛 所以他就說整個這個是一個選戰抹黑嘛 所以他就是覺得這完全是垃圾 他不承認 但是這一個 Tony Boblisky出來這個 今天的這個披露這個公開的聲明 它是一個很長的很詳細的聲明 是在老拜登做這個interview以後的 所以當時老拜登可能並不知道 有這個人要跳出來確認這件事情 有可能這個人要等老拜登先否認才出來 是 所以他這個是有一個時間先後的啊 所以他老拜登並不知道有這麼樣一個線 人馬上就要出來公開這個承認了啊 那第二一個問題就像你說的 現在是關鍵的一個決定點 是美國的媒體是不是真的會大規模的追蹤這個事情 大規模的報導 這是非常關鍵的 那到目前為止 美國主流媒體都不願意報導這個案子 或者不願意詳細報導這個案子嘛 唯一開始有主流媒體 來報這個就是華爾街日報的 華爾街日報的社論 已經公開說這個老拜登必須 公開的明確的回答他跟中國的生意往來 那這一次非常非常重要的 帶有風向性的一個社論 而且華爾街日報根據別的媒體報導 實際上也已經跟這個 Tony Boblinsky接觸了 他們準備以這個人作為中心 寫一篇詳細的報導 要公佈這個案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實際上還有更多的發展 因為實際上關於 這個案子保證是華盛頓的超級核彈 第一炸是炸拜登家族 拜登即便當選 他當選的正當性都會可能被炸掉 而且炸到什麼程度 如果是他直接當關鍵人證跟物證的話 搞不好炸到拜登本人叛國罪 然後他兒子的性犯罪 我們已經不用討論了 幾乎很有可能是時間問題而已 那就是炸毀整個拜登家族 這是第一個 再來炸毀整個拜登家族之後 民主黨的其他人選 對 就華盛頓的建制派有多少人一起發大財 那這是第二個炸 那第三個在炸的話 搞不好 賀錦麗真的長期又相對年輕 又在加州混 所以反而跟華盛頓這一幫切割 所以搞不好賀錦麗就像水門案的 這一個後來的福特總統一樣 直接從副總統抵上總統 那整個美國政局會大地震 是 這個狀況是可能性很高的一種狀況 我同意 那現在問題就是還有10天 會不會這些爆料爆的足夠讓這個 川普當選而拜登不能當選 這個可能性也是存在 但是取決於這個爆料的內容有多震撼 然後這個傳播的速度有多快嗎 那因為現在美國的選民已經有20%已經投過票了 對 他們已經投過票了 所以他們已經來不及受這個爆料的影響 但是問題還有40%還沒有投票嘛 不80%的選民還沒有投票 所以還是有可能影響的 那現在的問題是 現在最關鍵的是說 這個 葉簡明的這個跟拜登家族的關係 確實是很大的關鍵 因為我們昨天談的那個博甜甜的 他是替葉簡明幹活的嘛 那我現在懷疑這個電郵裡面的有一個人 實際上是指葉甜甜 這個最後一個 你看到那個72000 這個這個人 有一個人要一年給他72000了 前面850是指一年給850K 就是85萬美金 這個等於是你們每年的工資 你們除了每年工資以外 那你們下面還有股權 前面是每個人每年分多少錢 那其中有一個人是 這一個S開頭的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是由那個 它是跟中國的華信有關係的 然後這個是華信方面的人工作人員 他的工資一年是7萬2美金 然後這個S開頭的英文名字 會不會是博甜甜 可能是我就猜啊我不知道 對就是這樣或者是這個華信 跟他們中間聯絡的一個人 但是他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那第二一個就是說整個這個 前兩天紐約郵報報導的這個 整個這個跟華信的葉簡明的這個關係裡面 還有一個關鍵人物是一個台灣人嘛 我們那天有談過嘛 叫什麼葉俊明 林俊明 那林俊明他是什麼人呢 他是一個一個重要的美國的公司 在中國的CEO 這個公司叫Suntan 這個Suntan是什麼重要性呢 這個Suntan是原來 Goldman Sachs的President 他是Goldman Sachs的President 然後他在清華大學當了很多年教授 教企業管理 因為他原來是要做Goldman Sachs的CEO 但是因為前面那個CEO 就是John Paulson一直不退休 所以他就乾脆自己提前退休了 然後他就是在清華大學去教書了 然後過去十多年 他就一直是兩邊 在美國和中國兩邊教書 然後建立Consulting firm 所以他去年好像是中國政府 把他當作是中國最友好的人士 給了他一個榮譽的獎莊 然後他又擔任了中國政府的很多的 這個諮詢委員會的首席顧問 然後這個人成立的一個公司 叫做Sangton Holding 然後這個我們講的林俊明 是這個Sangton Holding的這個CEO 是這樣一個關係 然後他負責幫這個小拜登 在中國的業務的牽線 好我們稍後回來 說上現在爆料的幾個 通通都倒台失事了 不然就是人間蒸發了 車封葉簡明都是橫空出世 發大財賺大錢富可敵國 然後過去兩年三年內 都陸續消失蒸發了 那我請教一下明老師 怎麼觀察現在美國 這一場選舉的鬥爭 看起來劇情是高潮迭起 你怎麼看 對啊過去我講中共一些事情 大家說你們講的是不是太陰謀了 現在看起來好像我們會講的 還遠遠不夠 再加一大堆胡椒粉 辣椒什麼的 才夠味道 我先幫他很快回溯一下 就是這個 這幾個硬碟裡面 到底看到哪些內容 第一個是通烏門 就是烏克蘭的問題 就是巴瑞斯馬這個公司 然後這個事情爆發之後 其實理論上應該就是 民主黨出問題 結果民主黨拿著事情 回頭去彈劾川普說 你不當施壓 然後川普當時不是非常生氣嗎 那時候過去了 但是這 川普當時覺得說不對勁 明明是你們的問題 居然你的火可以回頭來燒到我 所以川普當時有感覺 但是他不一定有這麼多的證據在這裡 好這是第一個通烏門 第二現在出來叫通中共門 那剛才各位講的加起來 叫做中國華信葉簡明的這個故事 而這個故事呢 好像更多的跟民主黨的關係 比較密切 這是第二塊 好然後第三塊就是跟杭特本人呢 他大概兩個問題 除了剛剛前面說受賄啦 什麼等等之外呢 一個就是他性方面的醜聞 跟未成年少女的醜聞 再來是個人的吸毒的問題 好那是這是杭特 好那現在參選的不是杭特啊 參選是Joe Biden 那兒子犯錯 對老爸的政治生涯有什麼傷害呢 有一定傷害 但也不能說一定就是死罪 簡單說這個兒子犯錯呢 父親有責任 但是這個為什麼責任是有限度呢 因為這兒子是個成年人 成年他自己要負責 那除非說你有關係 好那第二部分 Joe Biden跟這事情有多大的關聯 如果說現在公佈這些資料呢 大體是可信的話呢 第一他知情 第二呢他應該有受賄 不管是十二二十什麼的 有受賄 如果這些東西都是真的話 第三呢他有介入 第四呢他有施壓 然後第五呢 有些事情在他辦公室進行 或者至少在這空訓二號裡面進行 好那這些事情表示說 他至少跑不了關係 這些東西當一步步被證實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可信度 跟他的美國政壇裡面的可接受度 是要大打折扣的 所以這問題是很大的 美國大選喔 串出了拜登家族的 這一個小拜登的一堆黑資料 然而小拜登的黑資料串連的是喔 他如果沒有一個副總統爸爸的話 他憑什麼吃香喝辣 甚至再講難聽一點 為什麼他們去烏克蘭 不會被拍到一堆不堪的 影片跟照片 可是他們出訪中國 會留下發大財 跟不堪的影片跟照片 那這裡頭串連出來的 就是老爸爸老拜登的政治信用 跟政治的傷害 對當然回到你剛剛的問題 我第一個回答就是 烏克蘭情報能力比較弱 就是這樣子嘛 中共情報能力比較強 這是很簡單的答案 當然這個是一部分 但是大家知道 所以等一下我就要講中共 拜登現在出來否認了 但是否認我們可以看 他比較軟弱無力 而且沒有細節 照理說 這麼大一件事情 你的反擊必須是強而有力的 而且對於其中人 要攻擊你的重點 你很快要回應很準確 這個東西不是隨便出來講兩句 這東西應該是很鄭重的出來 開個記者會 然後邊邊有律師陪同 或怎麼樣 然後一點一點的指正力的去回答 所以不到這個程度呢 我們是有點疑問的 所以這是對拜登的部分 那麼這件事情牽扯到什麼呢 第一 在美國裡面呢 現在調查局長嘛 調查局說 去年12月人家東西交給他了 他都沒有處理 那所以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 就剛才各位在前一個那個 拜你們看到的 就是臉書跟推特呢 雖然講了 但是呢 封殺還是照舊 所以他們這個難吃起舊 比較我們需要談的是 民主黨跟共和黨 在這裡面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就是 民主黨跟共和黨呢 這麼多年以來 當然有權力鬥爭 我們都曉得了 有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我們知道了 但現在我們看到就是 這一次選舉曝露出來的 美國社會上的分裂程度 跟民主黨跟共和黨 所代表的那個價值觀 似乎差距非常非常大 大到可怕的地步 那麼剛才各位談到說 這個民主黨幫共產黨 什麼的呢 因為那個時候呢 剛好是我跟那批朋友呢 在很關注大陸局勢的時候 當時我演講呢 還特別講這一段 王立軍案出來之後 沒有幾天 我們當時有判斷 我們說薄熙來會出問題 我們是三天四天之後講的 講完之後 當然沒有人相信 所以我們這樣講 講了一個月 3月初的 2012年3月初 開人大政協會議的時候 頭一天薄熙來出來 談笑風聲 我們自己都嚇呆了 我們說一個月前 我們就說他要垮台 就他現在出來開會了 難道我們錯了嗎 回去看那天 我們說沒有錯啊 我們照樣講 第二天要出來開會 但整個臉都垮掉了 我們曉得出問題 第三天消失了 然後人大政協開完之後呢 溫家寶開這個記者會 在記者會上 就間接承認這事情 記者會開完第二天 然後就公開說薄熙來倒台 那麼當時我們看到什麼呢 我們已經講說這個 當時這個之前呢 其實王立軍要投誠的時候 美國為什麼不給政治庇護 一個簡單說法就是說 這個他不想破壞中美關係 我們仔細看一下 就是美國決定 要完中共派系政治 他去壓寶壓哪邊 剛才這個汪浩勳有提到 我們當時沒有想得很清楚 就是說其實當時主政的是民主黨 但是我們認為說 當時美國主政不管是誰 他都考慮說 我是要壓周永康這邊呢 還是要壓這個習近平這邊 最後美國決定壓習近平這邊 他可能是基於一個 國家利益的考量 為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 眼看很快這個 那時候是二月嘛 習近平十一月就要開會 他如果順利的話 九月之後他就接班了 所以跟他建立一個直接的管道 然後把情報交給他呢 那是這個最大的好處 我們當時講我們說 習近平未必不知道這件事情 但如果說 從美國那邊情報有證實 我已經知道的事情的話 那表示這件事情 是百分之百可靠的 所以無論如何 美國是對他誓恩了 是做了這個好事了 所以我可不可以翻譯成大白話 可以啊 習近平今天的某種程度的位置 是歐巴馬希拉蕊拜登扶植出來的 是可以這樣講 那時候他還沒上台 那時候是二月份 然後三月份那個薄熙來才倒台 然後這中間呢 還有還有多長時間 有九個月的時間 對 中共的政局九個月 可以發生很多事情 所以當時他們去賭習近平 我們如果說是一個合理的賭博 可是這是兩個層次喔 是 歐巴馬希拉蕊拜登決定賭習近平 而且把他扶植成功 並不等於歐巴馬希拉蕊拜登的利益 等於美國利益 沒有錯 就你某種程度只能說 民主黨的權力核心壓習近平 我在講大白話叫做 民主黨跟共產黨的習派 紅二代合作 可是相對上 我如果是反習派 我如果是共和黨 我可能就跟另外一方合作啦 或者我就去扶植另外一方的人馬 或者共和黨也會搶在民主黨前面做的事 但問題是 那時候民主黨執政也很難去搶 但是共和黨如果想清楚 他也未必敢賭另外一派 因為看起來習近平要上來 所以大家會紛紛把籌碼壓到同人身上 就是Hedging了 可以這樣講 其實你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我要準備講到第二層 所以第一層是國家利益的問題 第二層是黨派利益的問題 你看第三層有沒有個人利益的問題 好 所以國家利益來說 其實兩派都想壓到習近平身上 黨派利益的話就是 好 民主黨壓了習近平 共和黨只要拿槍跟著拜 也去了 因為他要上來 但第三層個人利益呢 那就未必有另外一派的機會了 是不是這樣的 好 那麼也就是說 我們這樣一路走下來 我們看到說 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對拜登父子傷害很大呢 因為從那個以後 似乎他們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好 我們剛剛講說 他前面不是接待過他嗎 還有一個細節 當時我們注意到 習近平在二月份 當時為什麼不給王立軍政治庇護呢 因為美國知道 一個禮拜 就七天之後 習近平要到美國訪問 這個時候如果給了 王立軍政治庇護的話 那習近平恐怕就來不了了 所以兩害兩力相全呢 他們決定說爭取習近平 所以犧牲王立軍 這是第一個邏輯 第二個邏輯就是 習近平來了之後呢 我把東西交給他 剛剛講說是歐巴馬交的 我們很仔細看過 那段時間呢 是13號到18號 2月13到18 習近平在美國的 五天的公開行程 未公開行程 我們看不到 公開行程當中 有三天半是拜登陪他 OK 而且拜登長期掌握 國會的外交委員會 是 而且熱衷外交 而且又被歐巴馬指派為 就是對華窗口 對 所以這幾件事情加起來了 造就了我們剛剛講第三層 就是家族或個人這一層 而且拜登跟希拉蕊家族 顯然都認可這個決定 因為希拉蕊當時也是國務卿 是 那希拉蕊的部分 我們這邊就不說了 那各位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就是說 他其實有幾層的部分 好那現在這一次呢 好像如果剛講說那個 有關這個拜登或拜登家族的 這個消息來源呢 不只一方的話 我們可以剖析一下 一方面是自己糊塗 自己把這個很敏感的硬碟 送到一些外人那邊去處理 照理說 你如果拜登有點政治上善事的話 這種東西你不會交外人處理的 你怎麼隨便拿到個店裡去弄呢 你一定找一個可靠的特工來弄 弄完之後 你覺得這個特工不可靠 你會把它殺掉的 對不對 就玩政治會這樣玩法 好他交到外面去 那交到外面去 為什麼沒有取呢 按照那個電腦 店老闆說是因為 他喝的爛醉進來的 那喝的爛醉進來 照理說你應該記得有這收據 那可能收據不要丟到哪裡去 喝的爛醉的人 又會在乎一台 壞掉的筆記型電腦嗎 如果那個東西很很敏感的話 他要在意的 對不對 除非他不很確定沒有什麼東西 可是照理說 你如果到這種地方 你應該是相當 到這種層級應該夠敏感 那所以不敏感人就出問題 有可能嗑藥嗑到腦袋壞 有可能 就是說吃藥了或喝酒什麼 都有可能 那現在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那中共 如果說是中共方面 有人在幫川普的話 那是中共的誰在幫川普 所以剛才呢 如果一層層抽絲剝剪談下的話 應該比較像是反習派在幫川普 是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講說 我們看見習近平上台之後呢 因為反腐 因為各種作為 製造了很多反習派 反習派呢 虎視單單想要把習近平打下來 問題是他們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 都沒有成功打下來 金融的問題也好 房市也好股市也好 香港問題也好 武漢肺什麼的 都沒有人打下來 那現在能夠把習近平打下來的 一個機會就是 把這個事情鬧到國際上去 鬧到跟美國大選搞在一起 你美國要去打這個拜登的時候 順便打了習近平 所以不只是說 壞習近平的這個圖謀 根本是要把習近平打下來 所以我上次不是講 我說 好像這個中國的後宮徵環狀 跟美國大選兩個 我們完成一盤棋了 完成一劇一出戲了 剛才這個創下這樣說 所以大體上呢 好像是這麼回事 但是我們要看的就是 大家看到一點 中共在這裡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第一個角色是介入美國大選 第二個就是 不管你美國哪一黨執政 我要打倒美國 要解決美國 這構想是不會變的 這戰略思想是不會變的 所以中共這麼多年來 大家要注意 這次不是中共 只是特別喜歡民主黨 中共一樣會滲透共和黨 中共一樣會滲透 它可能滲透的人 所以滲透統戰收買威脅 我們現在看的非常多了 最近因為是川普要這個 反共的關係 所以把很多東西丟出來 我們慢慢看到了 政治界裡面很多貓熊派 然後被丟出來了 商業界裡面有很多紅頂商人 被丟出來了 傳播媒體現在裡面 報紙 電視 電台 網路被丟出來 清空了多少 學術界我們過去講 大家不相信 現在的千人計劃丟出來了 孔子學院丟出來了 影視圈我們過去說 中共會滲透 大家都不相信 現在丟出來了 這個花木蘭了 什麼等等 都是有關係的 好萊塢也出來講說 我這個養農疑患什麼等等 也就是說大家有警覺了 但是還有一些東西 大家沒有太注意的 軍隊一定會滲透 警察一定會滲透 情報權一定滲透 好 那我想講就是 中共如果這樣滲透美國的話 你覺得中共對台灣的滲透 是更多還是更傻 更多更容易更深 我們稍後回來 事實上美國大選 越爆越誇張 現在拜登父子的貪賭門 這個已經爆出 串出第三台筆記型電腦的硬碟了 沒錯 事實上拜登家族的這個 性這個犯罪貪污賣國的這個事件 越演越烈 那這個這個越演越烈的狀況之下 一共牽扯到三顆硬碟 三台電腦還有三個國家 那我們一一為大家講 事實上這個事情的一開始是 10月14號 由美國的這個紐約郵報開始發動 那發動來說的話 他當然揭露了非常多的這個文章跟文件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兩個主打的 一個是這個班農 另外一個是這個朱利安尼 兩個在負責主打 那主打這個過程裡面來說的話 這幾天朱莉安尼跟班農 他們紛紛接受媒體的採訪裡面講到 到底有幾台電腦 他們最說的一開始的原始的第一台電腦 是拜登的兒子他去送修 這個根據班農的說法是說 他去送修的時候他已經醉了 他醉了之後他已經 他到那個威明頓的 因為拜登的家族 他們家住在康乃迪克州的這個威明頓 德拉瓦州的這個威明頓 他說他去送修之後 他已經不記得是送到哪一個血 所以後來他就沒有去取回來 那因為沒有去取回來之後呢 這個電動呢 因為看到裡面的資料 覺得非常恐怖之後呢 他就報給FBI 那於是FBI來查扣了相關的這個資料 那根據朱莉安尼的說法是說 這個店這個老闆非常擔心 他說我這裡面的資料這麼的驚人來說 聽說他copy了四份 那copy的四份要做什麼呢 萬一我有生命危險的時候呢 誰敢殺我滅口 我就把那些資料全部丟出來 所以現在是這個來源呢 根據美國的這個班農跟這個朱莉安尼的說法 是來自這個地方 那根據目前的這個說法裡面來說的話 因為他們說是扣查這個 亨特拜登的這個第一台電腦 但是現在有美國國會議員出來說 還有第二台電腦 第二台電腦來說的話 可能是跟烏克蘭相關的這個議員有掌握 還有第三台電腦是亨特拜登的這個 所謂的他的心理醫生 所以一共有三台電腦 那三台電腦裡面有非常多大量的 他跟烏克蘭的證據 甚至跟這個中國的這個證據 這是三台電腦 那三個硬碟是什麼呢 事實上三個硬碟我們就講 10月14號美國開始發動的時候呢 其實在早在一個月之前 這個中國大 美國有一個自媒體叫路德社 他其實是華人的這個自媒體 他就曾經有爆料過 他是爆料什麼呢 他就說曾經啊 這個中國大陸包括說像江澤民 曾慶紅還有孟建柱等人 他們把三顆硬碟交給了川普 他甚至還把這三個硬碟也交給了裴洛西 那也就是說裴洛西跟川普都知道有這三顆硬碟 那這三顆硬碟裡面來說有什麼東西呢 他就說第一顆硬碟是屬於這個亨特拜登 還有彭博的 他說這裡這裡面有他們兩個 可能到中國大陸去接受相關的這個性招待 甚至有相關的虐童的影片 他講的非常非常露骨 而且裡面還有包括說像這個習近平跟亨特拜登 一筆包含45億美金左右的這個利益輸送 這還牽扯到王岐山 那這是第一筆 那第二筆是什麼 第二筆的內容裡面來說 第二顆硬碟裡面的內容來說是 習近平還有王岐山 還有很多中國大陸高官 他們在海外的資產 還有私生女的相關的這個資料 這是第二顆硬碟 那第三顆硬碟是 中國大陸他怎麼去製造相關的武漢肺炎相關的數據 還有相關的資料的真相 所以共交替了三顆硬碟給這個川普 所以如果我們如果這樣回推回去的話 你就可以了解 喔為什麼今年以來的話 中國的很多政法系統的人完全都被整肅 是不是透過這個政法體系 或是無這個所謂的相關的體系 流出資料給了相關的這個 美國相關的人士 好那因為有這三顆硬碟來說的話 你可以對得起來 這三顆硬碟裡面的內容來說 跟現在紐約郵報在爆料的內容 其實是有相通的 事實上應該這樣來說啦 第一筆第一筆的資料來說 應該是對美國選舉比較有 比較重大的這個影響 因為他牽扯到亨特拜登 然後甚至是拜登 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紐約郵報在爆料 甚至這幾天班農跟朱利安寧的說法是說 甚至他們這個共和黨議員的說法是說 拜登之情 好那如果拜登之情 那他的兒子這個亨特拜登 跟中國大陸做了這麼多的這個黑資料 甚至這幾天不是還有一個這個 一筆一個文章丟出來就是說 裡面他們有討論到持股 持股裡面的話亨特拜登是持股20% 還有10%是亨特拜登先持有 要for the big guy 那到底誰是那個big guy 當然美國媒體就說 那就是在拜登 所以你只要能夠在第一顆硬碟裡面 他主要主打的是會影響到美國的政局 但是第二顆跟第三顆其實打 第二顆打的其實是中國的高官 那第三顆打的是武漢肺炎 所以如果假設是真的是中國大陸那邊的人 丟了這三顆出來 那他目的是什麼 第一個當然是要幫助拜 幫助川普擊敗拜登 再來就是說他可能著眼於日後的政局的這個狀況 包括說我提供更多習近平還有王岐山的資料 如果你這個川普連任成功的話 他可能會殺中國殺的更嚴重 對 因為我江派我自己也被追殺 我的這個資產被追殺 我的地盤都被追殺 我當然就跟你破罐破摔啊 我就把這個資料供出去 讓這個川普來對付習近平 我對付不了你 川普可以對付你 所以這是可能是那三顆硬碟 從中國到流出來的一個具體的可能性 我們都會估 好那現在我講牽扯到三個國家 一個國家是一開始爆料的這個烏克蘭 那這烏克蘭就牽扯到那個一個這個天然氣公司 再來牽扯到的是中國 中國的話就牽扯到這個華信能源 也就是葉簡明的公司 還牽扯到這個拜登的兒子到中國 到投資了非常多的這個私募基金 還有他在美國投資的相關的這個企業顧問公司 好這是通中門 但是現在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是什麼呢 英國媒體出來爆料 就是說他們其實還牽扯到了哈薩克 也就是說他兒子跟哈薩克的一個商人叫拉基謝夫 相當相當好 他甚至就是說拉基謝夫 當時跟這個當時烏克蘭的總統 這個納扎耶夫也是相當好 那納扎耶夫他也是一個非常這個 這個算是獨裁者嘛 那也就是說他透過這樣的方式 而且甚至他還有這個什麼 有這個這個所謂的拉謝耶夫呢 他跟拉基謝夫呢 他跟拜登合照的這個照片 所以他現在是似乎出來爆料就是說 還有一個哈薩克這個 所以你就講欸牽扯到三個國家 烏克蘭中國哈薩克 而且都跟當初拜登他在主導這個 所謂的這個外交體系是相當類似的 所以我就說嘛 這三個硬碟三個國家 還有三個電腦 可能會讓這一次美國的總統大選出現一個 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我請教一下王豪大哥 這裡頭這個 我看到網路上那個評論專欄作家 範疇把它形容成通共們 那首先第一個是拜登父子 跟北京的關係 現在呢直接被正面做文章 而且正面舉證 他從北京身上發大財之後呢 那到底有父子之間的這個合作模式 那會不會影響到拜登的公職 然後緊接著而來是 幾個相關的這個 涉及貪賭或者判國罪的 都可能影響到選舉的正當性 那這裡頭也預告了假設選舉的結果 那非常逼近或者拜登在選票上勝利勝出的話 然後那個美國政局的當選正當性的攻防 顯然在內部會有一番非常激烈的內戰 對現在這裡面關於媒體的報導 因為有英文媒體和中文媒體的不同的披露 所以我想先理清一下 就是說現在英文媒體 直接公布拜登兒子 是亨特拜登的電郵的 主要有兩個媒體 一個是紐約郵報 我們前幾天一直在討論的 那裡面主要揭露的是 他跟烏克蘭的公司巴里斯瑪的關係 和他跟中國的公司 就是華信能源的關係 那第二一個英文的媒體 是布萊巴特新聞網 布萊巴特的新聞網的揭露 主要是他跟中國的企業家俱樂部 還有跟莫斯科市長的寡夫 資金往來 但是必須強調的是 布萊巴特新聞網的資料來源 電郵來源 不是朱利安尼的那個電腦的 這個email 而是一個叫Cony的人 這個人是 亨特拜登以前的合夥人 現在在監獄裡面 他氣不過說怎麼他灌了監獄 亨特沒有進監獄 所以他等於是把自己的Gmail 全部拿出來給了這家報紙 布萊巴特有兩萬六千個 Gmail的這個電郵 讓這個布萊巴特來爆料 所以這個可能爆的東西更多 因為他有兩萬六千個電郵 而紐約郵報的電郵 可能有幾千個電郵 所以現在可能被爆的東西還很多 那剛才我們談到的第三個 所謂這個路德社和郭文貴那邊 講的這個三個硬碟 說是由這個所謂江派的 特別是所謂孟建柱系統 中國公安部系統的人 做這個三個硬碟 拿到美國去給了這個川普 給了這個 Nancy Pelosi 這些個東西 是不是就是紐約郵報報的這些東西 是完全一樣的呢 我們不是很確認 現在這一點不是很確認 但是至少從跟Hunter有關的內容上來說 似乎有相當大的類似性 但是這個路德社也好 郭文貴也好 他們講的這個 所謂的這些個孽童啊 跟這個習近平黃岐山有關的這個海外資產啊 還有跟這個製造病毒有關的內容啊 並沒有在紐約郵報和布萊巴特的新聞網裡面被報導 所以這個中文的媒體跟英文的媒體是有差別的 那所以說現在實際上主要是這三個體系在往外報 那外圍的話還有更多的英國的媒體啊 還有其他的美國的右派媒體 也在挖掘更多的新聞 那麼他們不斷的零零碎碎在報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紐約郵報和布萊巴特新聞網的這兩個 分別獨自擁有的電郵的這個材料嘛 那但是這個事情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六天了 過了六天了 從上個星期三開始 Hunter拜登還沒有公開出面過 他自己人沒出現過啊 他也沒有通過他的律師公開的否認說 這些電郵不是他的 或者是這些電郵完全是假造的 他從來沒有做這個事情 沒有公開否認這些電郵內容的真實性啊 那拜登的競選團隊 也沒有公開否認說這些電郵是假的啊 沒有說這些電郵都是偽造的 他只是說這個活動是俄羅斯的這個假情報 和俄羅斯的做的這個假信息啊 那這個但是比較特別的是說 拜登的競選團隊對於紐約郵報最早指控的說這個 Hunter安排他的爸爸 其實是跟川普總統辯論之前 他不會參加任何公開活動 對 那這個賀錦麗 其他民主黨的重要政要也都躲起來了 對賀錦麗基本上也不參加任何公開活動 然後這麼天大地大的 主流媒體 傳統我們認識的主流媒體 比方CNN 紐約時報 華爾街日報 都沒有報 通通都沒有 那指控的來源 剛剛汪浩大哥已經說明了 其中一個是紐約郵報 加上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 美國人的911災難英雄市長 第二個是拜登的合夥人吃勞飯 他等於直接當污點證人 我跟他一起幹壞事 我吃勞飯他吃香喝辣 那他不爽 所以他報 那一般正常的邏輯 如果素材來源是這種角色 一般的正常媒體都會去追 譬如說汪浩跟宋承恩兩個人合夥做了20年生意 宋承恩被押去吃勞飯了 汪浩還在外頭吃喝完了 還完妹還生屍生死 那我當然會覺得 你們兩個合夥賺錢了 怎麼他都有事你都沒事啊 怎麼那麼巧啊 所以正常的邏輯 如果是宋承恩 我太太沒在看這個節目 正常的邏輯 如果宋承恩出來爆料他的合夥人 主流媒體也會追 但是現在是民主黨集體閉嘴消失不見 主流媒體當作地球上沒有這件事 那地球上沒有這件事 當然會影響到地球上的資訊的傳播 所以信奉主流媒體 信奉自由派媒體的人 也可以某種程度的理解到自由派媒體 在這裡所謂人意道德的自由尺度在哪裡 然而這樣的狀況 你的觀察對於美國政治會有什麼影響 對於選舉會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這個絕對還是有影響的 有短期的影響有長期的影響 那短期的影響就在於 他可以爆的料還有沒有更多的 因為現在朱利安尼和布萊巴特的新聞網 都說還有很多很多的電郵 他們還會繼續公布 我個人判斷短期的影響 本節目要做天天做連做半個月保證有料 是是是 他合夥人爆的料 合夥了幾十年怎麼會沒料 是所以短期的影響 就等他看看他每天爆出來的料 那對於這個選民的投票行為 會不會有影響 到目前為止看不出來 因為這個Facebook臉書也好 這個推特也好 還有主流媒體也好 都在封殺這些爆料 所以就類似於韓國瑜大選 之前新莊黃小姐的故事 這個中天新聞都不報嘛 這同樣的情況嘛 那第二一個 第二一個就是長眼來說 現在美國共和黨的好幾個參議員 已經要求美國司法部長 成立這個特別檢察官 對這個案件做專門的調查 那如果司法部長根據FBI 收到的這個最早 FBI已經收到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電腦已經有快一年了 如果司法部長根據FBI的報告 真的要立案調查的話 並且成立這個特別檢察官的話 那這個特別檢察官 是不受美國大選影響的 將來即使拜登當選了以後 那個特別檢察官還是會繼續工作 還是可以繼續工作 那就像當時他們調查 這個通俄門那樣的 這個川普也是被調查了三年 這個特別檢察官才得出來的結論說 川普沒有通俄 那這個特別檢察官 如果是真的被任命了 被調查的話 他可能的結果 有可能影響好幾年 那第三一個就是說 如果發生像水門事件那種狀況 就是這個爆料越來越多 挖得越來越深 然後這個所謂民主黨和各個掩蓋這件事情 最後被曝露出來 真相大白的話 那就逼得拜登即使當選也不得不辭職 因為水門事件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它真的發生的時候 是尼克森還沒有當選連任 但是後來被大家挖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就尼克森要被國會彈劾了 所以他就辭職了 那如果那個時候 拜登如果是當選以後 因為爆料不得不辭職的話 那就是賀錦玉當總統 那當然又會造成不同的影響 好 我們稍後回 現在市面八方爆韓特拜登的料 非常多來源 所以幫觀眾朋友釐清 事實上有幾個不同素材的來源 好的 我們來盤點一下證據 我們在做這個時候是要清楚說 未來的調查的可能會上到什麼單位 然後未來的發展 其中我們要講兩件特別是重大的事情 一個就是這件事情對美國民主的影響 還有對於美國透過外國滲透 還有對美國這個對外政策的影響 那我們現在綜合大家剛剛所講的幾個來源 硬碟到底有幾顆 現在第一個是這個 韓特拜登送修的筆電 然後這個筆電中間因為維修店的老闆 發現他都沒有來取 然後爆料給FBI 然後也給朱里安尼 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是剛剛汪浩大哥所講的 就是韓特的合夥人庫尼 他自己的郵件 然後第三個就是烏克蘭現在的議員說 烏克蘭那邊也有資料 烏克蘭的硬碟 第四個是國會議員 剛剛這個詹森所說的 就是韓特心理醫生的筆電 第五個是所謂這個江湖傳聞 就是江派中國的來源 有三顆硬碟 現在也給了各方 包括川普總統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朱里安尼現在的說法非常有趣 他說他在大選十天以前 會直接公佈證據 為什麼呢 因為拜登陣營到現在沒有一個說法 都置之不理 意思就是說我再給你幾天的時間 我先打一個簡單的岔 其實已經爆六天了 如果不死的話 第一個要告紐約郵報 第二個要告朱里安尼 他出來第一線他講的 如果朱里安尼這樣指控我 我就找個律師告死他 讓他賠死 所以都沒有告本身是一個重要的 這一個資訊的揭露 都沒有告很有可能這裡頭 真實真相的機率是很高很高的 朱里安尼另外講兩件事情 他說有兩件事情有直接違法 這個是我們昨天還沒有講到 第一件事是他所掌握的資料裡頭 有杭特拜登跟當時歐巴馬的 這個布林肯 國安團隊的布林肯 那我們都預測說布林肯是拜登 如果當選之後很可能的國務卿 或是國安顧問 他們曾經有會面 而杭特拜登那時候已經拿了中國 或是烏克蘭的錢 因此照美國法治叫外國代理人 外國代理人接觸高官 這個必須要揭露要公告 那麼目前看到沒有這是違法的 第二件事 朱里安尼立刻有講說 杭特拜登收的錢 有一半是給他的父親 他說他的資料有到 也就是說有收匯的直接證據 那麼因此他說 我再給你幾天的時間 如果再沒有回應 他就要再爆料 好這是第一條線 第二條線叫布萊巴特縣 就是剛剛講說如果拼圖 拼圖就是說他接受了中國的這個 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接見了 那目前也沒有其他證據去否認說 因為他有白宮的這個接見紀錄 還有這個中國企業家的秘書長 他自己的網站說 他自己我們見了拜登副總統 那麼沒有其他的證據 而拼圖的另外一塊就是說 兩年之後這個中企 中國銀行就投了十五億 到杭特拜登的公司 那他杭特拜登收了三千萬美金的顧問費 因此中間坐門神跟他收錢本身 變成有一條線去連起來 這是布萊巴特縣 那我們必須要講 這件事情對民主的發展 這件事情到底是選戰的爆料 還是一個弊案 這件事在民主社會中 一定要去釐清說 現在我們很不幸的就是說 因為大家在打選戰 這東西出來 然後呢民主黨的人 還有這個臉書推特都說這個不實 他說這個要禁 那他禁的文是推特就是三文 然後發文的人就封帳號 臉書就是用運算法把它放到很後面 然後youtube我們自己也是受害者 我們的網站一出來 我們講的都是有十句的東西 我們上面就立刻黃標 民主社會可不可以這樣 民主社會有一件重要的事 你就資訊要自由 今天很多弊案一開始 都認為是小道消息 因為弊案本來就是幽暗的 一定要有人去揭露出來 那我們現在保護吹哨者 都是這個理由 那民主社會就資訊自由 可以去挑戰有權利的人 背後在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公益 而媒體的天子就是去揭發 揭發事實 並且去檢討事實 因此如果社群媒體可以這樣 並且這一章是講說 其實就研究所 研究所示呢 拜登的團隊有很多 就是臉書以前的高層主管員 或是推特高層主管員 現在是挺拜登的 所以他透過這樣子的關係 去挺拜登 到底是可不可以 這是對美國民主 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然後第三個是烏克蘭的硬列 也就是烏克蘭說 我這邊的這個 Burisma的公司的職員 有筆電 而且他現在是法律訴訟的證人 並且在烏克蘭中間 這個法律訴訟 當作國際貪腐事件來處理 那麼這未來也要看 第四個就是 不澄清的話 雪球會越滾越大 就是各位在今天節目 一開始所看到的 這位參議員 叫Johnson所說的 他接受媒體訪問說 他有掌握到 拜登心理醫師的筆電 其中有這個引帶 有中共解放軍 跟航特拜登的勾結的這個事實 所以我們必須要講說 這邊有一個 嚴重外國滲透的問題 今天如果拜登當選 然後都不處理的話 別的國家 怎麼能夠信任美國 因為他的決策過程中 有外國勢力 並且他就要挟他的兒子 那麼未來包括台灣 這是美國政府誠信的問題 這件事情是外國滲透的問題 這必須要謹慎的處理